一寸广场附近的这家餐厅 有着米其林担心殊荣 2017年时更被英国杂志选为 全球50大餐厅的第一名 摊米里供应的菜色 虽然是法式料理的样貌 里面却藏着美约灵魂 纽约知名的黑白饼干 在这里作为第一道开胃小点 口味也从甜食变成咸味起司 玻璃罩一先开 中式铁架上放的是顶级熏鱼 搭配切成薄片的贝贝和烟黄瓜 经典纽约客早餐 一道米其林三星餐厅里 又有了截然不同的新造型 主厨特别善于运用当地食材 在一道又一道的料理中 在线纽约客精神 作为世界顶级餐厅 是一个美丽的东西 像一个空间的红柄 或者一个红柄的红柄 任何东西都可以 作为世界顶级餐厅之一 不仅料理的味道是关键 食材和酱料的摆盘 同样影响客客感受 在主厨巧手之下 料理变身艺术品 有着二十多年料理经验的主厨 近年来正努力 让料理呈现及典崩 不再像过去一样 拼命增加料理分量 或是酱料改饰 将料理和精神